一袋袋白米佔滿整個柏油路面 路邊整排鐵皮圍梨被撞到直離破碎 鐵架扭曲變形甚至斷裂成兩半 造勢的大貨車擋風玻璃碎裂破洞 車頭也凹陷回損 大批警銷貨爆趕到現場 因為這些成堆掉落的白米 剛剛還重壓在路過的富人身上 人躺在這邊 這裡他們剝破 腳壓在這邊 沒有壓很多 有閃過 他們從這邊走過來 從那邊衝過來 往生啊 往生啊 發現都已經衝下來了 對對對 覺得不急了 車包在新北三峽龍恩街 25號清晨5點多 乘星駕駛開著大貨車 載運1000包約30噸重的白米 要前往樹林送貨 結果一時晃神 車輛時空偏移 自撞路邊的施工圍梨 車上的米瞬間散落 撞壓城堅運動的富人 警察隨機到場 隔破裝白米的帆布救人 好在送衣後沒有大礙 行人雙膝受傷 送衣駕駛酒測紫圍林 造勢駕駛和同事 也趕緊搬運掉落的白米 清理事故現場 至於詳細的抽獲原因 仍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 這次釐清程光宇先被報導